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修联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一小姐 咱们介绍了什么是变量 对吧 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程序的一法变量的声明 学任何一门语言之前 变量是必须学的 对吧 所以 大家有可能说 有个刚接触程序的 有可能说 对他理解有一些 有一些怎么 不太深刻 对不对 但是 像咱们前面讲基础知识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东西 理解的不太透彻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是天天用的东西 就算你现在理解不透彻 随着咱们的课程的学习 后边这些东西都会非常熟悉的 对吧 就像你刚开始学 数数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或者像刚学字母一样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最底层的一个原子性的一个元素了 后期 比如说现在你对数字 你对字母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 教学基本的语法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变量该如何声明 那我们 打开我们的程序的目录 这是我们上里科学的程序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变量的语法 如果和其他语言对比来学的话 其他语言呢 学变量之前要先学类型 就是一个容器 它是有类型的 清楚这点吧 对吧 比如说就像人类 男人女人 这算是类型 对不对 男人女人 还有泰国人 那个 或者是 比如说就拿男朋友 这一个变量对不对 也有类型的 是帅哥型的 对吧 还是那种 青春型的 还是那种 就高不帅 还是那种 什么个高个矮的 对不对 什么活泼型的 或者什么类型的 任何数据都是有类型 这一说的 那在其他语言里边呢 变量 就必须得干嘛呀 先确定这个变量的类型 然后才确定这个变量 确定好类型之后 这变量就能装这个类型的数据 听懂吧 类型的咱们后边呢 会介绍 但是咱们先学变量的声明 对吧 那对于PRP来说呢 它是弱类型的 所以呢 你不用声明 它是什么类型的 直接写变量的就行了 比如说声明 一个人的名字 那我们直接就 内容 等于什么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你感觉会比较奇怪 还没变颜色 对不对 所以在PRP里边 变量 都是以刀落符开头的 变量都是以刀落符开头的 所以这份一定要切记 加个这个 刀落符 就是美元符号 是一个合法的一个 呃 变量命名的一个名称 每个变量的最开始都要以它开头 这是PRP的一个特点 有部分的编程语言 也是遵循这个规则 但是呢 大家常见的一些呃 语言 比如像西语言 加网语言 西加加之类的 像这样的语言里边 有类型声明的那种强类型语言里边 是不加刀落符了 PRP比较特地加刀落符 那后边呢 咱们随着后边课程的学习 你就会知道刀落符的好的地方 嗯 然后这是变量名称 空格当然不是必须的 但是呢 最好声明变量的时候 两边有空格 要养出这个良好的一个声明习惯 然后后边就是咱们变量的值 对吧 名字 比如说叫做 啊 B N 竹 应该是三 对 这是妹子的名字 对吧 嗯 那 还可以声明多个变量在一起声明 比如说 年龄 对吧 等于 妹子是90后 对吧 嗯 那 12 12 还是20吧 20 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声明了两个变量 预行的时候会把它们都放到内存 嗯 然后以后用内幕的话用的就是编竹妹子的名字 然后用age的话用的就是年龄 嗯 这就是变量咱们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以刀乐符开始 听着吧 嗯 那合法的命名 记着 这里边我给大家写个注释 需要重点 不是是咱们上几个说过的对不对 第一点需要重点记得就是 变量名字以刀乐符 开始 这是必须注意的 嗯 第二个就是 起名字的最主要的什么 合法的一些规则 是这样的吧 嗯 那第二点最需要最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变量大家特别在心学的时候特别的随意 比如说变量A 变量B 变量C 像这样 都适合 变量A等于10 对吧 变量B等于20 对吧 变量C等于ABC 这样 ABC 这都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呢 ABC 是合法的变量名 但是在程序用的时候 通过名字看不出它是什么意思了 对吧 如果你声明 比如咱不说太多 比如说10个ABCDEF 对吧 咱们写成代码呢 在这一屏上面会显示 比如说几十行代码 几百行代码 对不对 你在后边遇到变量 比如说变量W 你就不知道W代表的是什么容器了 对吧 你还得回过来 仔细分析你代码 再确定一下W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卫生间的意思 WC 对不对 等等 所以没有什么意义的变量名 尽量在程序里边要避开 就是什么 所以咱们这话 记住 变量的名称 声明时一定要有 要有意义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那比如说像上边这两个变量名就比较有意义 name就是人的名字 age就是年龄 那什么时候 哪怕代码占几屏 我通通通轨通条的时候 比如说通通轨通条的时候 上面变量已经看不到了 假如说我想获取妹子的年龄 对吧 中处dollar of age 我也知道 听到吧 这就是有意义命名的一个好处 嗯 这点 嗯 清楚了吧 嗯 这是第二个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个 第三个 那既然有意义的命名 那么咱们就要杜绝一切拼音和拼音的缩写 好多人呢 新手对英文不好的话经常用拼音去命名 对吧 那合法的面语名对我什么呢 记住一点 变量名最主要的是不能以数字开头 合法的面语名很多了对不对 咱们先说几个不合法的 就不允许这样命名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那其他是不是就都允许啊对吧 那最主要的是 什么不合法的变量名 对不对 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不能以数字开头 那不能以数字开头 但数字能不能在变量的中间和变量的结尾呢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啊 只要不以它开头就行 比如说 这样 生命一个 到了不 比如说七百等于七百 假设我这么生命对不对 变埃是合法的 但是以七开头就不行了 听懂啊 像这样的变量名就可以的 比如说百七 对不对 或者这话加七都可以 或者是下方线开头 这都是可以的 只要不以数字开头不行 这点大家需要切记 是什么 另外变量名和这个名称之间不能公加 这个是不能控制了 是一个整体 OK 是一个整体 然后不能以数字开头 不能用什么呢 太不能用什么呢 在变量中不能有任何运算符号 什么就运算符呢 加减乘除 对吧 大一号小一号等一号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对吧 那的话就相当把变量给折断了 比如说加个运算符 加个等号运算符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变量名就拆开了 对不对 变量名中不能存在 运算符 存在运算符就相当于是变量的运算了 听了吗 也不能有空格之类的 对吧 必须挨在一起 那还有一点要注意 好多语言里边都这么说过 变量名中不能使用系统关键字名名 什么叫系统关键字呢 比如说 POP就是一个关键字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吧 或者是咱们后面学int 一幅语句 faction 对吧 class 都是系统用到的关键字 就是语法的一部分固定的词 这些是关键字 这些关键字呢 在咱POP里边有几十个 有几十个对吧 但是记住了 别的语言变量名不能包含系统关键字 但是POP可以 POP可以 因为什么 POP它也多了一个道乐福呢 比如说 一幅是一个关键字 对不对 你看变量这系统关键字 但是我将是道乐福 对吧 所以它的变量名是道乐福意乎 不是单纯的意乎 所以呢 所有的系统关键字是可以用什么 在POP里面能的 所以这会需要注意啊 这会儿这叫通号 关键字 是可以作为POP的变量名称使用的 是这样可以不能以数字开头 然后不能有不能有运算 符号 这些其他都是合法的变量 听到吧 这是变量的这几个特点 变量生命的几个特点 第四个 最主要的什么 变量名称 记住了 区分大小写 变量名称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那有的时候 那变量区分大小写 这个你为什么重点说呀 那语言不都是区分大小写的吗 不一样 如果你是学西语言 你是学家吧 学其他的语言 通通区分大小写 只要你写出来的字符 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听懂吧 但是POP不一样 POP只有部分区分大小写 其中变量名就属于它的其中的一个 变量名 常量名 像这样的东西是区分大小写的 其他的所有的POP的语法上 都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比如说 我这话 生命一个INT 等于10 这是小写对不对 我再生命一个 $INT 等于20 对吧 然后我分别输出一下 输出一个$INT 揍号 关一下行 后边我再说这个语法 然后再输出 $大写INT 看一下 如果是不区分大小写的程序里面 那这个20会把原来的那个10给覆盖掉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区分大小写的系统里面 那这是不是就两个变量 好 这点是刚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10和20 说明后边那把前面覆盖 说明是什么 区分大小写的 但是其他的成维是不区分的 比如说这个echo 对吧 这是比其他部分区分的 你看这小写我这块用e c h o小写 对吧 是不是有大小写不同啊 那这个可不可以出来呢 看一下 一样是10还是 所以其他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大家需要记得是变量名是区分大小写的 那变量名区分大小写的 那变量名区分大小写 那命名的时候呢 一般的咱们都使用什么 一般的咱们说了像 咱说第二点 变量名称是不是声明是一定要有意呀 对不对 那有一一般的呢 对于当中文的一个声明一个容器名称的话 有可能一个单词表达不了意思 对吧 有可能得用多个单词 那么咱们要采用驼峰式命名法 驼峰式命名 方式 这样的话 你就讨记了 什么叫驼峰式命名呢 就是如果一个变量名由多个单词组成了 由多个单词组成了 那记住规则 变量名中第一个单词小写 以后的每个单词首字母大写 你只要记住一个固定的规律 那你就任何情况下在使用变量名的时候都不会在大小写上出现问题 如果没有规律的话 你就不知道什么该大写什么该小写 对不对 使用的时候 对反复的确认哪个大写哪个小写的 如果都有一个统一的命名的一个规范 记得是规范不是语法强制规定的 你全小写可以全大写也可以 听着吧 一般的规范就是托峰式命名 对于变量的托峰式命名就是 第一个单词缺小写 比如说 有1 2 3 3个单词组成 对不对 变量名应该托峰万 twthr3 你看这样的命名 所有的变量命名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好记了 对吧 就不会出错了 所以记住变量命名 记住区分达了解 另外变量可以怎么的 我们可以像咱们课件写的一样 可以延续声明 我们看一课件 看一下 这是咱们对变量的一些介绍 前面已经说过 看这话前面可以附上各种类型 你看变量可以将多个变量 同时负一个值 可以就连着写 可以连着写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个连着写 我现在就随意命名一下了 就不说非得一定有意义 讲课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 命名会偏随意 但是真正项目的时候 一定有意义 这样 有着 $A等于$B等于$C等于$D等于10 看到了 这样的话相当于一起生命四个变量 初始值都附上10 这样 所以我现在这话 你看我分别输出$A 再输出一个 比较方向 试试一下 我们看下这四个变量的值 是不是都是10 对吧 所以如果是多个变量有同一个值的话 但这样情况很少 如果多个变量有同一个值的话 一般的咱们用一个变量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当然了有可能是会有多个变量 开始的值不同 后边的值是不是就变量可以变成了 后期可以复值对不对 后期可以附上一些新的值 对吧 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读边代码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 并觉得奇怪 这是变量生命与复值 那变量生命与复值生命完了 那么咱们现在除了学这个 咱们还要学会一些什么 可以检测变量的一些工具 这是咱们后边要讲到的一些函数 听懂 所以咱们要先学一个 就是前面咱们是不是用I口打印呢 对吧 在调试程序的时候 咱们要学会一个函数 虽然函数是后边学的 但是现在咱们要记一些 简单的使用的一些工具函数 比如说 这个 V 大谱 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 可以打印一个值或者一个变量 输出它的内容 并且输出它的内型 对吧 比如说我输出10 在哪边V大谱输出10 我前面这些 不用这些输出了 我就直接V大谱10 那我们看一下 结果什么样 告诉我们是不是int10 整形的10 对吧 那 我现在用这些变量也可以放进去 比如wc 他说的结果什么 跟刚才是比一样 整形的10 c不就是一个被放上10了吗 整形的10对不对 这个函数就是咱平时调程序 经常看一些变量的类型和内容的时候使用的 是一个工具 听懂吧 然后我们通常在后边写同时的时候 通常判断一个变量存不存在 然后删除一个变量 或者判断变量值为不一空 通常咱们还需要用到几个 比如说 这个 我通常判断一个变量存不存在 使用什么 A字 sight 只要有A字判断的就是是否的意思 听懂吧 那返回的值就告诉我 在还不在 那一般的在计算机里边 真的或者假的叫做布尔形值 听懂吧 那我这块 $A 这个变量在不在 在 那反过就是什么 是不是真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负给一个变量 听懂吧 BOL 比如布尔形值 对吧 那我们用微大部分打印一下 如果要在的话 那我输出的值是应该是处真值 对吧 如果不在的话 是不是输出假值 是布尔形处真值 对不对 那我再写一个 比如说W这个变量 在吗 有吗 没有 没有这个变量 那么用它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反过假值 我用这个打印这个值 你看是不是假值 布尔形呢 假值 大家看到这个结果了吗 所以 A在的是判断一个变量从存在的 通常因为咱们还没 需要后边的流程控制语法 通常像这样的 我们都会放在 我注视一下 都会放在类似于这样的语句里边 如果A字赛判断一个变量在不在 会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样的语法 咱们还没有学过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咱们为大个值 打拼真假 是不是就行了 这是咱们学的一个工具 A在对不对 判断一个变量在不在 那我现在就可以用这个变量 用N set去删除一个变量 就要它怎么办 不然的话这些变量是脚本预行的时候 到这个脚本结束了 才从定层中释放 对吧 那下边是不是还有这么多代码之行呢 那我想在这的时候 就要这个变量C释放掉 内存中就不存在的变量了 也就是提前清楚变量 UN side 有声明有清楚 知道吗 那我这话判断这个变量C的时候 如果我不使用这个语句 UN side的时候 C变量是不存在 但是我写完这语句的时候 C还存在吗 你看下波尔形什么词 是不是假词 那我不写这条语句的时候 这变量在不在 这话不写这条语句的时候 变量是不存在的 那变量存在的时候 我们反映的 是不是 FOR2 类型 对吧 这就是我们学的三个有用的工具 那学变量的时候还得学一个 就是判断变量的值是否为空的 既然咱们在这都学工具呢 对不对 那能再说一个工具 谁呀 对吧 EMPTY 如果内容为空的话 它就会反对真 听懂吗 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会儿 比如说WB 这个内容为空吗 WBOR 或者我直接在这什么 V 大 是不是直接可以打印直 对吧 直接在外层下一层 然后下着这两条一对 我把它注意一下 B的值 是不是等于10 变量值不为空 不为空的话 那它就反映真是假 对 它是判断空的时候才反映真 对不对 才是真值 那这个现在不为空 那它现在应该什么 专心一下 是不是假 那如果这个为空 什么叫为空了 你看一下 空字不算算能空 我现在给自己四个变量数 都付上同样的值 就像那里西方上值了 对不对 那算不算空 虽然咱们也选择不算 真是空的 对不对 那 加空格呢 算不算空 咱们以实验为主 算不算空啊 对 你也说对了 里边有空格 空格是一个合法的字符 听懂吗 所以呢 内容就是空格 所以它不是空 对吧 嗯 那再问妹子 如果输入是零呢 零 看一下 看到了什么 对 零 对 用unpull的判断 它是空的 对吧 那 null肯定是空的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现在判断一个不存在的变量呢 比如说 w 是不是会空的呢 对吧 跟那个null是一个作用 w这个变量不存在 是不是 不存在用它是不是就空的 对吧 嗯 所以这些都是咱们有用的工具 刚才我大家做的实验 大家可以反复多看几次 然后了解一下都什么样的用它判断是空的 OK 这是4个工具 这里面总结一下 经常用的变量的 一个是enpty 一个对不对 一个是unside 一个 还有一个是hside 我都已经做了实际上了 都是在后边咱们经常用过的 非常的简单 对吧 只要全一个它就能处理一个 就这样的 也是后边咱们会介绍的函数 然后还有一个是vr thumb dmp专着调程用的 是不是这么几个 嗯 所以这几个呢 大家可以平时做个实验 当然了 后边咱讲过函数的时候 再回头看就是超级简单的了 对不对 但是咱们对于咱们 没学到后边知识的时候 你看这个 有可能说还会有一定的难度 对吧 但是呢 后边呢 咱们用的时候 你有点印象就可以了 不用说非得重的 记这 嗯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变量的声明和变量的浅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